字幕提供 好 今天請到全球華人聯合會 易經研究院的常任副院長 溫道長來到 我們去解釋一下究竟 溫道長在這裡 溫道長在這裡 溫道長有經驗 這個會其實是甚麼 其實這個會我參加了一次 第七會四季的大會 在那個會上 我就很榮幸 他認識了我們前座版業會的主席 他們當時出席這個會議 跟我商量 我們澳門有沒有人設立液經會 說液經會應該有 但是你說真的去推廣液經 可能澳門比較少 我就說不如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如何設立這個會 那麼設立這個會的宗旨是甚麼呢 我們就希望可以團結多些 研究液經的人 去醞釀我們中國的文化 其實它是推動文化 去推動液經 對 推動液經 我們就很榮幸 是2006年我們舉辦了 可以成功 爭取到舉辦了這個地島會 世界液經大會 我們得到很多專家 專家是甚麼專家 有液經專家 有哲學系的商博士 很厲害 是 美國派來的州熱營會會的會長 有中國州熱營會會的會長 他們目前的職務都是在大學裏面的教育 可以大家研究液經的會是甚麼呢 這個會的原因就是 可以合到大家的智慧 推廣 非常好 非常好 因為液經是中國人 很早期是一本書籍 是中國人的智慧集結 四書五經裡面的首經 所以會經之首 真的要推廣 謝謝溫導長 大家應該明白甚麼是液經 這個會是甚麼 祝大家福送康寧 哈哈 哈哈